24人涉嫌在滨海湾金沙赌场内进行无照外币兑换和汇款活动 警方逮捕了其中14人协助调查 他们当中的13人今天被控上法庭 根据警方文告 中央警署在刑事侦察局、商业事务局和滨海湾金沙人员的协助之下 前天起展开两天的联合执法行动 初步调查显示有17名男子和7名女子在赌场内 涉嫌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提供外币兑换、汇款以及买卖筹码服务 他们的年龄介于27岁到58岁 警方在这次行动中总共起货价值超过19万元的筹码、现金和电子设备